我们现在呢 再去学习ES6中 另外一种新的生命方式 叫做Const 刚才我们学到At 它其实定义的是变量 但是Const呢 定义的是常量 什么叫常量 指的就是不可以改变的 叫做常量 那大家知不知道在ES5里面 我们如何去定义一个 不能够改变的常量呢 我们看一下 打开我代码 还是在这个下面 我新中间一个文件 叫做2-2 .js 同样的我需要在 index的键盘里面 把我这个文件引入 这边改成2-2 保存 在ES5里面 有这样一个API 叫做object.defineProperty 这个方法的作用呢 就会直接在对象上面 定义一个新的属性 怎么定义呢 大家看啊 它后面一共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指的是 我要在哪个对象上面 定义属性 比如说 我现在定义一个常量 我把它定义在window上面 第二个 你这个常量的名称叫什么 比如说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 就叫做π吧 3.14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三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 在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给一个常量 去复值 比如说 它对应的值是 3.14 然后呢 注意 这里面还有个属性 叫做reactable 这个属性的作用 指的是 当前的这个定义的 对象下面这个属性 是否是可写的 既然我们是常量 那它是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能写 对吧 所以说呢 这边我们配置成false 大家看 这时候 我在这边 我们输出 输出当前 我将一个π 保存 大概我这边 是不是能够输出3.14 说明 是能够取到的 那我再给它负个值 比如说 我给它负成一个5 这时候呢 我再输出这个π 大家看 是变成5还是3.14 是不是还是3.14 这时候 它是不能被改变的 这个呢 是在es5里面 去定义一个常量 那es6里面 应该如何去定义呢 我们就会涉及到 要学习的新的关键字 叫做const 比方说 const的a等于5 大家看 如果我再把a 负成6 保存 那你看 报了一个什么错误 是不是 我们不能给一个常量 去负值啊 对吧 所以说 const的定义的常量 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我们不能给它重新负值 那还有一种情况 刚才我们说 const的a等于5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如果这样呢 比方说 我先定义一个a 然后呢 我再给a负值 相当于是两行语句 第一行是声明 第二行是 定义初始值 这样写可不可以 大家仔细看 也会报错 所以说大家注意 当我们定义const 这样常量的时候 一定要在定义的时候 就给它负一个初始值 另外呢 其实const 另外的一些特性啊 和lite是一样的 比方说 const的作用域 是lite相同的 它的声明呢 只在所在的 块级作用域内 就会起作用 比方说 大括号 形成块级作用域 比方说 还是处啊 这样的话 我们const 一个a等于5 我在外面 我想取到这个a 大家看 是不是也会报错 说a未定义 因为const 它也是具有 块级作用域的 这个是跟act 是一样的 对吧 另外呢 const 声明的常量 也不存在提升 同时呢 也会存在 暂时性死区 我们也需要在声明之后 才能够去使用 比方说 还是f处吧 你看啊 我输出这个a 但是呢 我是在下面 定义的这样一个a 大家看这边 其实也会报错 对吧 这都跟lite是一样的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然后呢 我们再看 前面我们定义的 是不是都是一些 基本的数据类型 这个时候呢 我定义一些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 我定义一个对象 比如说叫obj 然后呢 对象里面 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有name 就叫系成 然后呢 比如说age 今年呢 我34岁 大家看 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const 定义的 是不是一个对象 那你看 当我去输出 这个obj的时候 当然 它对应的 是不是系成 34岁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你看 比方说 我现在呀 要给它增加一个 新的属性 比如说 我这个对象啊 它可能还有对应的 学校 比如说我对应的是 目课学校 mmoc 这时候呢 我再输出对应的obj 我想看一看 在我的对象上面 能不能够增加一个 school属性 等于mmoc 这样的属性呢 大家仔细看 你有没有发现 在代码 第三十一行 就obj里面 竟然输出 个school 这样一个属性 等于mmoc 这个好像不对吧 刚才我说 const是常量 是不能不够 被改变的 那这里面的话 竟然能被改变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 gs这些变量 或者常量 是如何去存储的 我们看一张图 大家看 在gs里面呢 其实有两种存储形式 一种叫做战内存 一种呢 叫做堆内存 我们的基本数据位型 是直接存在 战内存里面的 比方说 我编辑名称 叫做number 对应的值呢 是9527 那么它直接存在 战内存里面 另外呢 比如说还有个streen 大家知道streen 是不是也是基本数据位型 然后呢 比如说对应mmoc 它也是存在 战里面的 我们说在gs里面 学到目前为止 在es5里面 基本数据位型 是不是一共有五种 分别是streen number 布尔 andifind 还有now 这五种啊 当然 es6里面还有新的 到时候我们再说 大家再看 除了基本数据位型以外 在gs里面 是不是还有这种 隐用位型 比如说我们的对象 或者说我们的数组 它们都属于 隐用数据位型 那隐用数据位型呢 其实它是存在 我们的 堆内存里面的 然后在战内存里面 存的 其实是这样一个 隐用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 会指向 当前我们堆内存的一个地址 它这里面只是把地址空间 存在这里面 大家学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 抗色一个数组 里面有个结局的值 一二三 然后呢 我再给array 去push 一个新的值 比如说我再push一个4 这时候 我输出这个array 大家看 数组能否被改变 是不是也能够被改变 因为我们的数组 也是这种 隐用数据位型 它呢 其实真正是存在 堆内存里面 所以说 const 声明的这样一个强量 不改动 指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指的是 变量 所指向的那个 内存地址 不能改动 大家看看 我们的地址没变 只不过是地址里面 存的东西 是不是变了 比如说 一开始 刚才我们的例子 只有一二三 但是后面呢 我又放一个4 但是呢 地址没变 只不过是 地址里面存的这个内容 发生了变化 这个 才是const 我们真正要理解的地方 那有没有办法 能让我们的对象 也能够像前面的 那个 基本数据位型一样 不变呢 是有方法的 大家看啊 在我们的js里面 其实有这样一个函数 叫做freeze 比方说 我在这边 大家看啊 我们就要用object的点 freeze 这个单词的本意 其实叫做冻结 比方说 我冻结 这个obj 大家可以看 冻结以后 会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边其实并不是包错 但是呢 当我在31行 给它复制一个属性的sq 等于imoke的时候 其实这边 并没有被改变 因为当前 我们的这个对象呢 被我们冻结中 大家注意 freeze里面 只能传对象啊 不能传一个数组 虽然我们说 我们的数组 也属于对象啊 但是这里面 如果你freeze 这个数组 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大家注意 我这边 是不是不能不够 被改变 大家再看 我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的obj里面 可能还有个对象 比如说 我有一个scale 表示啊 我这个人所具有的技能 比如说 我的技能的名称 比如说 我能敲干嘛 然后呢 你敲过多少年啊 我今年工作11年 大家看 freeze 这边obj 是不是也能取到 我们的school 然后呢 scale里面的 这个code和year 都能取到 大家再看 比如说 我现在去修改 obj下面的scale 这个对象 下面的year 比如说 我现在 12年 大家看看 这时候在37行 输出的obj里面 这个scale里面的year 到底是 冻结住的11 还是我改变以后的12 大家看看 展开以后 大家可以看哦 有没有发现 也能够被改变 所以说 其实 obj 它冻结 只是做成了 浅层的冻结 当我们的对象 具有这种 嵌套属性的时候 其实 它只能够 对最外层 进行冻结 那比如说 你说我想 把scale也冻结 怎么办 那你就可以这样 我们呢 再去冻结 object 下面这样一个scale对象 相当于是 我们要自己手动的 去递归 我们把每个对象 都冻结掉 这时候 大家再看 是12还是11呢 你就能够发现 这边是11了 因为scale这个对象 是不是也会被我们 冻结住 所以呢 大家要记住 cons真正不变的 其实是这样一个 内存地址 并不是说 引用这个值 所以对应的 基本数据会行 当你重新复制的时候 是会报错 但是呢 对于引用数据会行 你会发现 它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这个呢 是cons的重点内容 我们一定需要了解 讲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已经讲完了 在es6里面 两种新的生命方式 一种叫做at 一种叫做const 我相信小伙伴 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说那我到底 什么时候用at 什么时候const 其实很简单 当你定义 当前这个值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一下 当前你这个值 在后面的业务国际当中 是否会被改变 如果你确定 当前我这个值 只要负一个处置值 那么下面它不会被改变 一直是这个值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用const 去声明 否则的话 如果当前你这个值 可能下面需要进行一些 业务国际的运算 然后呢 要给它重新附一些新的值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使用lat 我相信聪明的你 一定能够在合适的地方 选择使用 合适的声明方式 那现在大家是不是可以 打开你之前的代码 把之前写的一些代码 其中的var 声明的一些变量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改成lat 或者是const 小伙伴们继续加油吧